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Dr.Marcus就会教大家做一个既简单又相对健康的传统月饼 让全家人都可以吃得健康又开心 我们现在先看看材料 首先教大家做个月饼皮 做法非常简单 我们将四种材料混合在一起 记住戴上手套 因为稍后要搓面团 首先我们将所有的低筋面粉倒入碗中 转发糖浆 碱水 和花生油 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做的月饼是健康很多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花生油 外面的九成九都是下猪油的 因为这样才会香 但自己吃也是健康点 我们现在就把它拌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拌了 但不要过分拌太久 因为拌太久它就会起筋 起筋的话 稍后那个鱼饼皮就会硬 但是没有那么好吃的 好了 拌完了 大家看到这个面团是相当黏手的 之所以要戴手套 大家将这个面团拌到一个波的形状之后 就可以用保鲜纸盖住它 在室温我们静待它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我们做什么好呢 当然是去准备月饼的馅料 现在我们开始做月饼的馅料 现在后面我已经在煮水了 稍后就拿来蒸咸蛋 大家在外面买回来的咸蛋 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黑色的 外面有一层黑色的衣包 在家里我们自己脱了它 外面那层衣 就会看到一只干干净净的咸蛋 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家里就先把咸蛋打开 然后呢 里面就会有一个网 我们只要一个网 可以吗 只要一个网 里面那些青我们就不要的 好 我们停干了 停干净之后呢 就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 准备四个 然后呢 我们用少少的玫瑰露酒 灑在蛋黄的上膏 用来披香味 水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咸蛋 下去蒸 蒸十分钟 好 好了 咸蛋黄呢 我们已经蒸好了 接着呢 就和大家讲讲的莲蓉 我这里呢 有一个白莲蓉 和普通莲蓉 这些莲蓉呢 其实是一些烘焙店 或者一些比较齐备的超级市场 都很容易买到的 那大家呢 就做了一个适量的份量之后呢 我们呢 把它拆在一个波的形状 接着呢 我们把洞在中间 之后 就可以把 咸蛋黄 放在中间 放入去 接着呢 我们 包固 包固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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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 然后呢 我们就要拿回 剩下了两个小时的月饼皮面团出来 那两个小时之后呢 它就会是这样的 好像泥膠一样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它分成四份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要处理月饼皮了 首先呢 我们准备一张 长方形的保鲜纸 在工作台上先了 接着呢 我们就将 这个 月饼皮的面团 放在 一边 OK 接着呢 我们将 保鲜纸 把它摺拌 接着呢 我们用手 压一压 这个饼皮 对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用木棍呢 慢慢 把它呢 压平它 OK 接着呢 我们打开 将保鲜纸 将刚刚我们预备了好的 餡料呢 放在中间 接着呢 我们一只手呢 就托在 保鲜纸的外边 OK 保鲜纸的外边 但是另一只手呢 就要扶住 餡料哦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将它整个 托在手上 接着呢 我们将它这样 由外边 包进去 好 好了 包不固定 都不要紧 很重要哦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哦 因为稍后呢 我们会用手呢 慢慢呢 将它呢 会封口的 好了 我们做到这个 程度的时候呢 就可以将它 拿起 接着呢 我们慢慢 将它这样 封口 慢慢封口 接着呢 我们再慢慢 拆完它 好了 月饼皮呢 已经包好了 里面的馅料了 现在呢 最开心的时刻来到了哦 就是呢 压这个月饼出来 那当然呢 我们要有个帽呢 和呢 准备一些面粉 现在开工了 好 我们灑一点点的面粉呢 在这个月饼上烤 好 接着呢 我们平均 把它拌一下 这个动作呢 是让它不黏的 待会 我们将这个面团 放进去吧 大家看到吧 这一边呢 是光滑一点的 对不对 我们将它呢 放进去 OK 接着呢 我们确定 压平了下面 这一部分先 OK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压了 按住它 按几下 1 2 3 让它慢慢移出来 慢慢移出来 现在呢 我已经准备焗炉了 就是170度的 在等它准备的期间呢 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一点点的花生油 接着呢 我们掃在月饼的表面那一层 让它没那么干 先烤10分钟 好了 10分钟之后呢 月饼呢 就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在表面上 塗一层蛋漿的 这个蛋漿呢 记住哦 只用蛋黄 和少许奶 这样呢 这个蛋漿呢 就会最美的了 我们现在 塗一层蛋漿先 我们薄薄地 塗一层蛋漿在上面 再烤多它 8分钟 自家制的健康月饼 有得吃了 现在呢 就算身处在外地的朋友 现在自己都可以做健康月饼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这个中秋节 祝大家 中秋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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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